人妻许如云竟然自爆婚前在床上玩三批 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是她在整理旧照片时 意外翻出婚前与闺蜜张绍涵韩清风 在床上闲聊的照片 她在19日将照片上传到微博 还自爆两位好友审核老公的秘辛 许如云与韩吉老公随栽成 去年11月8日正式登记结婚 身格成为幸福人妻的许如云 因为老公的缘故 逐渐将生活重心转向韩国 许如云整理照片时 一同栽进了过去的回忆之中 她想起过去在结婚前的一个夜晚 与好友张绍涵和清风谈心 谈及了最近刚认识的韩国男生 还询问好友们看照片对男生的感觉 照片中的三人在床上紧紧相依偎 可以看出善人的好交情 只不过当所有人都含笑看镜头时 只有清风督嘴斜望远方 让网友忍不住调侃她 好爱装可爱 三人中你最娇媚 YES娱乐新闻中心台北报导